斗魄之无上之境 第409集 白法老者在这一刻很怀疑自己是不是遇到了两个神经病 面对自己这么一个六星巅峰 二人不想着怎样联手配合 居然还争着和自己硬磕 不是脑子里少根筋就一定是吃错了药 老贼 你骂谁 龙翼怒了 挣脱硝烟 身上金芒闪烁间 巨大的九旋金雷龙真身盘舞而出 在一身雷神战铠的包裹下 仰天一声龙吟 呼啸着朝白法老者扑去 龙 你们是龙 白法老者惊愣了那么一场 他感受得很清晰 面前这条金龙不是换体而是一条 真正的龙 匆忙间来自对龙的天生味剧令他急速后退 龙翼一击扑了个空 硝烟却已在第一时间骨斥一斩 掠在白法老者身后 堵住了白法老者的后退之路 白法老者真是气得想吐血了 自己堂堂一个六星巅峰 竟然被一个六星中旗和一个六星初旗的 生怕自己跑了似的 但同时他心中又生起一丝忌惮 虽然他认不出龙翼的九旋金雷龙究竟是什么龙 但那股令他很是心计的龙威是不会假的 真正的龙啊 那可是斗地大陆上高贵的存在 还一个身穿铠甲 一个背生骨斥 难怪才六星中旗和六星初旗就敢跟自己叫板呢 看来不使出绝招 还真不一定拿得下他们 得赶紧杀了他们 剥他们的龙皮 抽他们的龙筋 喝他们的龙血 吃他们的龙肉 还有那副铠甲和身后那家伙背上的骨斥 一看就是好东西 一念至此 他不由侧头回瞥了硝烟一眼 心道先解决这个六星初起的 腾身横向一掠 避过龙翼的又一次扑击 猙獰的怒吼 你们这是自己找死 话音落 随着一股浓浓的黑气从口中通出 白发老者赫然变身成一头 长足有二十米的白色老虎 额头上黑亮的王子 散发着夺目的幽光 与此同时 黑气缭绕中 凝聚出一头浑身黑油油 额头上一个白色王子的黑无影子 带着一股幽暗的气息 兽化 妖族的兽化 这一切只在刹那间完成 萧妍有些吃惊 他感受到 兽化成白虎的白发老者 斗气波动比之前强了很多 隐隐达到了七星的层次 而在黑虎影子凝聚出来的一瞬间 白虎的斗气波动 更是再上一个台阶 没有丝毫迟疑 萧妍大齿一挥 施展出油盐化三尺 煞时 一片火海将白虎和黑虎影子吞没 响起火焰灼烧的 琵琶声 还传出痛嚎般的虎啸声 火海中 隐约可见白虎奋提 想窜出火海 可火海随其行而动 如复古之躯一般 将其团团包裹 萧妍和龙翼 在白虎的前后 绕着火海四周游走着 火海渐渐熄灭 白虎显现出来 虽毫发无损 但黑虎影子已了无踪影 天火乃天下智阳之物 黑虎影子这种阴暗的东西 在天火的焚烧下 如何还能够存在 白发老者化身的白虎怒不可遏 朝着萧妍虎扑了过去 虎爪拍出了惊天的气势 萧妍不敢直迎其风 纵身一跃腾在半空 罩着虎头就是一尺 八百八十八尺合一的千尺无影 重重地拍在了白虎的脑门上 萧妍以为 这一尺即便不能将白虎拍的脑浆蹦践 至少也能使白虎受到重创 可是就在锯齿拍中白虎脑门的那一场 白虎额头上的黑色王字 骤然乌光闪烁 一股强劲的斗气 竟然震得萧妍倒飞而去 看着屁事没有的白虎 萧妍心中安静 不仅惊诧于白虎的强悍防御 还为自己被震飞而吃惊 因为在这一刻 她感到身上的斗气 不是那么凝实 想来也许是自己从四星巅峰 几乎一口气 提升到六星初起 修为尚不稳固的原因吧 再来 萧妍挺身又去 将斗气吹发到极致 天火横骨尺上紫色火焰 腾腾窜起 再次施展出千尺无影 迎对着也向她扑来的白虎 别的地方不打 专打白虎额头上 那个乌光灼灼的王字 用尽硝烟全力的 888尺合一的一尺 力道何其之大 可在啪的一声巨响中 白虎紧紧闭眼摇头 蒙了那么一下 额头上的白毛 被烧糊了几座而已 萧妍却再次倒飞而出 化身白虎的白发老者更怒了 咆哮声中一张嘴 对着还未站稳身形的萧妍 喷出了一团斗气团 这是她受化后的一个 世界初级斗技 虎啸强起机 以她现在七星的实力发出 萧妍如果被击中 即便不死 也定受重创 千军以法之际 一道巨大的金影 横跟在了白虎与硝烟之间 龙翼拍马赶到 挡住了斗气团 斗气团击在龙翼身上 将龙翼轰得一个裂起 雷神铠甲上 密布的电芒也思思暗灭 可不管怎样 龙翼凭着防御圣器 雷神铠甲和强悍的龙体 还是堪堪抵御下了白发老者这强力一击 七星斗地的实力还真是抗衡不了啊 幸好你是妖族的 灵魂之力一定很弱 感慨中 萧妍施展出风过无痕 在骨翅的配合下 几乎是顺一般越过龙翼 直达白虎眼前 双手揪住胡尔 在白虎又要喷出斗气团的那一刹 盯视住了白虎的一双虎目 两道紫芒从白虎额头上 乌黑王子的缝隙中 直入白虎眉心 顿时 撕心裂肺的痛叫声响彻开来 龙翼 快 捅他菊花 不遗余力地释放出灵魂之力的消炎 大叫一声 金光一脸 龙翼画出人影 腾身来到白虎身后 手中长枪往前一送 对准白虎的菊花捅了进去 枪身尽末 收起白发老者的纳戒 消炎并未急着离开 丹殿那四个人只怕做梦也想不到 白发老者会被自己杀掉 一定还在耐心又着急地 等着自己从药族出来呢 他挨着龙翼 在一棵大树下坐下 边调膝边侧头问龙翼 这一战 你觉得怎么样 哼 不怎么样 龙翼别别嘴 那老头六星巅峰的时候 我有信心抗衡得住 他兽化后有了七星实力 我就感到力不从心了 如果不是爹爹使出灵魂斗技 说不定被杀的就是我们 被杀倒不至于 他速度不快 我们跑还是跑得掉的 可是这个白发老头 还不是丹殿派来的杀手中最强的 啊 他还不是最强的 还有七星的 唉 也是一个六星巅峰 是这拨人的头 我想既然是头 一定比这个白发老头 要强一些 说不定有什么特殊的手段 也像这个白发老头一样 暂时具备七星实力 龙翼面色变了一下 但马上又不以为然 直接施展灵魂斗技干他 萧炎笑着摸摸龙翼的头 没那么简单 这个老头之所以中我的灵魂斗技 是因为他是妖族 灵魂之力弱 如果那个头灵魂之力强 我的灵魂斗技 不一定有大作用 灵魂之力强的话 就一定不是妖族 就不能受化 防御就不会像这个老头一样 强到我们打不动 那他有什么手段 暂时具备七星的实力呢 唉 对呀 龙翼的话提醒了萧炎 对于那个金发中年人的一战 隐隐期待起来 虫洞之外 不知何时下起了 嘻嘻嘻嘻嘻的小雨 不停地洗刷着飘舞的灰尘 仿佛也把人们的眼睛 洗得明亮了很多 至少萧炎的眼睛此刻很亮 因为萧炎发现 如其所料 视野所及没有任何人影 由于有银色牌子在身 他不担心单垫几人的灵魂之力 会探测到他从冲动出来 闻了闻有些忐忑的心神 他释放出灵魂之力 小心地蔓延开去 很快就确定了 丹殿四个人所在的位置 两个六星中期在交叉路口 那个六星巅峰的 带着另一个六星中期的 守在通往高月台的虫洞口 萧炎忍不住就想冲过去 将交叉路口那两个六星中期的袭杀 但是长期的生死磨练 使他有着本能般的谋定而后动 他马上就稳住了心神 不妥 此举太过冲动 非常不妥 萧炎自嘲地笑了笑 一旦我出现在他们的视野 而他们的灵魂之力 又没有探测到我 只要不是傻子 就一定会警惕 我和龙翼 还无法顺杀两个 有所提防的六星中期斗地 六星巅峰那位一增援 我和龙翼 只怕会有危险 想着白衣老者展现出来的实力 萧炎可不想落入一个六星巅峰 和三个六星中期斗地的包围 他无奈地撇撇嘴 打消了静止去偷袭的念头 看来这又顾忌重演了 嘴角挑起一抹似有似无 高深莫测地笑 他快速向药族而去 眼看离药族大门近了 他取下脸上的人皮面具 装出几次着急之色 萧炎 你怎么又回来了 一个守卫笑着和萧炎打招呼 脸上有几分诧异之色 心到这个萧炎是什么时候出去的 怎么没注意呢 萧炎颇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看我 说起来真不好意思 走了老远才想起 还落下一样东西没拿呢 哦 幸好你想起了 赶紧进去吧 进得药族 几个起落间 萧炎便到了一片树林中 灵魂之力探测后 确认附近没有人 紫辰虚灵塔一闪积木 龙翼从小塔中闪身而出 龙翼环顾着陌生的四周问 嗯 这里是 药族 药族 怎么跑药族来了 龙翼小声惊呼 有些摸不着头脑 爹爹担心我们打不过那个六星巅峰的 回药族来搬兵 气 怕什么 刚才那个白衣老头不就是六星巅峰的吗 呵呵 一个六星巅峰加三个六星中旗 我们对付起来会很难 现在单殿那四个人分两处在守我 正好给了我们各个击破的机会 我们要先把那两个六星中旗的杀掉 再杀那个六星巅峰的才有把握 哦 我明白了 爹爹的意思是 像你之前击杀那两名六星中旗斗帝一样 再来一次 嗯 我们把斗器波动 压制到五星后起 免得引起他们警惕 宠溺地摸了摸龙翼的头 重新戴上人皮面具 又将银色牌子收入纳界 硝烟带着龙翼 悠哉悠哉向药族大门走去 从药族内出去的人 即便面生 守卫也绝不会盘问 谁知道是哪一班当职时进去的客人呢 刚走出药族大门 四道灵魂之力 便先后落在了硝烟和龙翼身上 但很快又从两人身上移开 呵呵 果不出我所料 不是五星初期的斗器波动 都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硝烟拍了拍有些紧张的龙翼 龙翼 轻松自然些 嘴角上扬 龙翼的脸上样起了自然的笑 跟着硝烟闲停信步般 朝交叉路口走去 硝烟一边走 一边低声感叹 唉 原本以为突破到六星后 对付一个六星巅峰 应该不是太难 不曾想我们两个联手对付都很吃力 合在五星之下 完全不一样 是啊 那个白衣老头真的蛮强的 龙翼小声回应 然后敲声说 爹爹 如果我们这次将丹殿派出的两名六星巅峰和四名六星中期斗帝全部击杀 丹殿以后派出杀你的人肯定更强 我们回去后得再提升提升实力才行了 硝烟虽笑着 但眸子中却戴上了几分凝重之色 唉 我也想啊 龙翼 在与白衣老头动手的时候 我感觉斗气很是不稳 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 嗯 我也感觉到了 龙翼重重地点头 唉 我想是我们提升得太快了 所以呢 我们回去后不能再提升了 而是要巩固我们现在的修为 不然会给以后带来极不好的印象 龙翼不甘地跺了跺脚 那怎么对付丹殿和影子萌下次的追杀呀 回避 对付丹殿和影子萌线